韩国 某生物公司发生泄露 起初人们还不把它当回事 但一样的情况已经出现 被车撞死的鹿 转眼睛又活不来 水库的鱼离奇地大批死亡 站台的人们突然变得暴躁 各个城市开始出现暴动 怎么回事 故事要从男主老徐说起 他是一个割韭菜 从不手软打基金管理人 表面光鲜金干 实际是重力轻力之徒 老徐最近打算碰个老婆 但是女儿秀安也不打算跟他过 要去釜山找妈妈 这还谁说呀 白忙之中 老徐决定送秀安去釜山 就在列车开动前 一个受伤的女人 跑进了车厢 女人受伤的腿迅速恶化 亮亮呛呛地 好似喝了二两 接着她还恶趣味地 洗到成员头上万啃 乘客们正准备看热闹 结果见血才反应过来 这是丧尸要命呀 瞬间车厢内乱坐一团 老徐看到这赶紧抱起秀安 砸腿就跑 终于来到一节安全的车厢 老徐才稍稍喘口气 列车很快到达第一个车站 但外面已经被丧尸 站底根本不能下车 经文中 韩国政府还在急着隐瞒 把丧尸说成了暴动 但其实 丧尸病毒早已经从首尔开始扩散 老徐赶紧给大田站的朋友打电话 听说那里部署的军队是安全的 他利用关系争取到安全区的机会 列车停在大田 站台却空无一人 所谓部署的军队已经全部变成丧尸 慌乱间秀安差点被咬 幸亏威猛大叔及时出现 幸存的众人再次回到列车 老徐和大叔差点被赶上 丧尸专列继续开动 这次的目的地是釜山 此时老徐大叔放酒小哥在九号车厢 而秀安大叔老婆等人被困在十三号车厢 你在干嘛呀 三人决定前去救人 第一节大叔的代理下听蛮力硬创 第二节三人运气爆棚 小心遇到隧道通过 到了第三节老徐发挥聪明才智 令隧道和手机巧妙通过 众人集合 老徐计算通过下一个隧道的时长 想要利用这段时间交往更安全的15号车厢 眼看着要安全了 15号车厢的人们就是不开门 老徐和大叔为了保护大家 还在拼命地打僵尸 不幸的是大叔被咬了 尸毒慢慢侵蚀身体 大叔请求老徐照顾好老婆圣经 临终前大叔说了句 大叔的血肉之躯 最终没能抵挡住丧尸 与此同时门也终于被打开了 天灾必然伴着人祸 15号车厢的人们还是不信任他们 逼着他们到下一届车厢 结果现世报来了 老徐一行人刚走 15号车厢就被丧失攻险 老徐少手喘了口气 电话得知 釜山那边还算安全 并且这场风波和自己 或多或少有关系 发生泄露事故的生物公司 曾是自己割赌菜的工具 老徐回复当初 自己不该为例是否 此时列车因障碍物 不得不停在东大求整 乘客们要到最左侧轨道 等待前往釜山的列车 老徐一行人赶紧出发前往 与此同时 15号车厢的危险分子 也听到消息 危险分子游逆男 趁机推开乘务员 自己跑了出去 游逆男这个害人惊 刚害死乘务员 接着又害死 棒球小哥和小哥迷妹 列车长过来救他 又被他拉去垫背 另一边 老徐一行人被困 乞丐牺牲自己 他们才得以脱困 老徐带着秀安和圣经 一路狂奔 防追开往釜山的列车 而后面追他们的是 承山承海的丧尸 好在还是脱困了 老徐赶紧检查列车 发现了驾驶舱 慢慢失发的游逆男 他一息尚存 扑过哀求老徐 带他回家 突然 这货彻底变成丧尸 朝老徐扑过来 三两下缠斗中 老徐落了下风 眼看就咬完完 圣经跑过来 吸引丧尸的注意力 丧尸瞬间扑过去 正要咬圣经之际 老徐一把捂住丧尸的嘴 无幸的是 老徐被咬了 老徐忍着疼痛 把丧尸甩住列车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赶紧来到驾驶室 告诉圣经和女儿 怎样到釜山后 把列车停下来 老徐又叮嘱女儿 女儿知道老徐快要失话 但还是哭着不让爸爸走 老徐也舍不得女儿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离开 他把女儿和圣经关在驾驶室 自己跑到外面 他回想起和女儿的点滴 对女儿的亏欠和不舍 让老徐大哭起来 再次睁开眼 老徐已经失话 凭借一息尚存的意识 老徐跳下了火车 最终 圣经和秀安到了安全区 老徐保护了女儿 也实现了对大叔的承诺 当然 简短的介绍 不足以讲清楚片中的细节 这部催泪弹 还是值得大家亲自看看原片 这部催俩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